這場是 Everything in RAS 是由RAS台灣社群所主辦的 RAS台灣是一群喜歡寫RAS的同號 每個月在台北都會有頻道 大家有興趣寫RAS的話 以後也可以來參加 如果你對RAS台灣有興趣的話 可以上網查RAS.TW 就可以找到我們的相關資訊 不管是Best or Terrible 我們的演講即將開始 大家好 我是Jilly 今天會給大家講一下 Concurrency in TaiKV 首先介紹一下我自己 我是PinkApp的工程師 然後目前主要是做 TaiKV相關事情 然後也寫過幾個RAS相關的台語項目 包括這個RARFIS JPCS的FailIS 然後今天我會從這幾方面來 來說一下這個Concurrency 首先我會介紹TaiKV 因為我們說的是Concurrency in TaiKV 那肯定得先知道TaiKV轉什麼樣 才探討其中的問題 然後我會介紹一下 TaiKV裡面 以前用到的一些經典的線成模型 然後說一下我們 對這些經典線成模型 後續做的一些改進 以及Matches在多現成環境下 應該需要做一些什麼樣的優化 首先什麼是TaiKV TaiKV是一個分布式的 帶事物支持的KeyValue 數據庫 它是用RARF寫的 然後它的一致性算法是通過RARF來保證的 它最開始是為了支持TaiDB設計的 但是目前已經發展成一個 先對比較通用的一個 NoCircle數據庫 目前TaiKV是CNCF的一個 服务化項目 這個是TaiKV的一個架構 Client和TaiKV之間是通過GRTC來進行交流的 然後TaiKV是一堆的集群 這堆集群是由PD 這一個組件來進行控制的 它會組織這個副本的調度 還有相關請求的尋指 然後一個TaiKV裡面會是一個 嚴格分層的一個組織架構 最底層是一個RARF group 因為它實際上是一個NoCircle的數據庫 你要支持海量數據的話 那顯然你是要把這些數據進行分片的 不然的話在單台機上是肯定放不下來的 所以它的分辨結果就是一個又一個的Region 每個Region在某一些機上是有副本的 這些副本之間是通過RARF來把它們串連起來 而多個RARF group組合在一起就變成一個Multi-RARF 也就是這個Multi-RARF group 而基於Multi-RARF group提供了這個事物層的支持 基於這個事物層之上 提供了PB的接口和Copersensor的接口 Copersensor的意思其實跟HBase的Copersensor是非常類似的 就是由客戶端下推一些計算 直接在數據上進行預算 避免了這些網絡傳說的開箱 HiQV最開始開發的時候 其實是應該是RARF剛發布1.0的時候 那個時候整個生態是非常的年輕 然後沒有那麼多fancy的庫或者是機制 所以當時我們用的線程 以及我們基本我們用的線程式模型 是一個非常樸素的極對列的一個線程式 然後還有一個我們自行封裝的一個 基於大家線程的一個EventBase的一個Worker 然後還有一種是MIL的EventBase 然後這些線程與線程之間的通信是透過Callback或者是Messages 首先介紹一下當時用的這個普速的線程式 它的對列是通過一個Mutex加一個Vector來組成的 是個非常簡單的一個數據結構 因為當時並沒有一個MPMC的一個對列實現 其實我記得一開始的時候 SDD庫裡面是有一個MPMC的 但是後來被移除了 它被好像是後來被挪到了MIL裡面 然後Mutex加Vector是非常簡單 非常容易實現的 而這個最簡單的這個線程池 它只支持固定數目的線程數目 固定的一個線程數目 只提供一些非常基本的一個自定義 比如說線程池的名字前綴 還有它的線程的一個佔的大小 這個線程池在剛剛提到的Processor 還有那個Transession 這兩層裡面都有用到 然後另一種是MIL Event Loop MIL大家有用功 好看來這麼古老東西大家都沒碰過 然後MIL我們當時用它是因為它有Timer的Support 就是它有它可以提供高精度的一個計時器 而它計時器是通過哈希 一個哈希輪的一個構造來實現的 然後非常的高效 而且它有很方便的這個Handler的API 就是右上角這個圖 這個API能夠提能夠讓你實現一個 非常自然的實現一個Batch的機制 就是消息 首先消息是Batch的去撈的 撈完以後 然後通過Notify去一個一個處理 最後通過P來進行一個匯總的處理 而MIL還提供了IO的支持 在有Futures之前 其實MIL應該是當時最流行的一個醫護處理框架 但是雖然IO它的IO支持非常好 但我們並沒有用它的IO 我們的IO是 它KV的IO是通過GIPC來實現的 也就是通過GIPC CQ 然後EVLOOK還提供了Channel的支持 它的Channel要比SDD的Channel快很多 幾乎應該是兩到三倍以上的速度 然後這個組件 在剛剛提到的這個RubStore 這層裡面有用到 主要是處理Rub消息 以及去把Rub消息去落地這兩個步驟 然後第三個模型是一個Walker線程 Walker線程的實現其實也是非常簡單的 就是基於SDD裡面提供的一個線程 進行一次封裝 然後它提供了最基本的這個消息的 就是Event處理的支持 然後還有Shutdown 就是讓它變得更加更加好用 然後這個這個模型 在我們的ApplyWalker裡面 還有一些定期的醫護的 需要醫護處理的 比較重計算的一些任務裡面用到 當然用Walker本身其實並沒有什麼用 但是當它跟這個線程式結合在一起的時候 它就非常有用了 因為單線者本身它可以實現 Batch消息的處理 然後如果Batch消息本身有非常反重的計算 就可以扔到線程式裡面 然後再通過線程式消息回調回來 處理後續的內容 所以它既可以很方便去Scale 然後也可以做最大的聚合 當時我們的消息 線程間的交流是通過Callback和Messages 為什麼當時沒有Future呢 因為當時還沒有Future 因為通過Callback其實你可以非常精確地去控制 控制 什麼事情該在什麼地方發生 比如說因為你是通過Future來實現的話 你線程之間的這個 噴行是通過Notify來噴行的 而Notify行數並不是由你來自定義的 通常是由庫來自定義的 那這種情況下 你就沒辦法控制Nodebar裡面 該發生什麼事情 一個比較簡單的例子就是 比如說一個有一致性要求的請求 需要在日誌被Commit的時候 做一件事情我去特殊處理 如果我用Callback的話 我就可以直接在Callback裡面寫出來了 因為Callback被執行的時候 就是它被Commit的時候 所以這個就有一個非常興趣的保證 但是如果你用Future的話 你就沒辦法做到 你只能夠去 人為的去判斷 這個什麼可能 就是什麼樣的消息 可能需要做什麼操作 進行一個非常粗暴的一個拆解 但是它的缺點也顯然意見的 就是很難讀 然後它還有內存的分配 Future的話 它只有一次內存分配 就是當你把Future組裝起來以後 把它扔出去的時候 就要進行一次分配 當Callback 每一次Callback 它都是一次分配 所以綜合起來就是 大個線程非常高效 但是它很難Scale 然後普速的線程池 實現是比較差的 因為剛剛說到它的對列 是通過一個Mutex 加一個Water來組成的 這個這個結構 會帶來非常大的一個CPU競爭 就是當你多個線程同時 同時去拉任務的時候 最終只有一個能成功 而剩下的的話 要麼它在spin 要麼它就會backup 這類種方式都會想競爭 而且它對CPU的Cache 也並不是很友好 因為你一開始 你這個Cube在這邊 到下一步是 到另外一邊去的 而且Callback和Message 比較難去寫和讀 那麼對於這些問題 我們做了後續的一個 後續的一些改進 其中一個改進叫Batch System 這個Batch System 主要針對的是前面提到的 Rub Store 那麼Rub Store做了一些什麼東西 這是剛剛說到的 它其實是 Rub Store其實是 G-Rub算法的一個 一致性模塊 當客戶多人發請求過來的時候 他會先把這些請求 寫到本地盤 然後再把這些日誌 分發給其他個模塊 然後最後等這些模塊都落盤 並且揮報回來說都寫完以後 Column寫完以後 那麼他就會把這些日誌 commit 並且把它們轉化成 操作 相關的操作 然後去寫到這個 本地的狀態機裡面 那麼這個過程 我們用一個線程之間的一個消息 流通的話 就是首先 客戶端先給網絡層發消息 然後網絡層把這些包發給Rub Store 說這有一個 Proposal 然後Rub Store就會把這個Proposal 給更新到本地的一些 Meta數據裡面 然後再把它落盤 落完盤以後 然後發給網絡層 讓它去傳輸給其他的所有的副本 然後這些副本全部落盤以後 匯報給Rub Store Rub Store再去更新它的本地信息 並且把這些本地信息給落盤 然後之後去commit 並且會把apply過程 轉發給另外一個線程 叫apply線程 就通過這個圖 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 Rub Store雖然是個單線程 但是它是非常高效的 因為這其實是個典型的 Pitline核型 它接收一個任務 然後做完處理 然後立刻又轉發給另外一個 Pitline模型的好處 就是 它做的東西力度非常小 然後 它並不會block 而且 這裡提到的是一個Rub Group 在實際的設計裡面 它是多個Rub Group 同時 有一個單線程去處理 所以 這多個Rub Group 產生的寫入 最終是 會被匯集在一起 最後 一次Batch做法 也就是 我通過一次寫 就把所有的Rub 所有的Rub 正在機的更新 全部落盤 所以 當線程 雖然不能CL 但它很高效 因為它有Pitline加Batch 但是它的缺點是 萬一我寫盤 寫盤卡住了 就L卡住了 那麼整個線程 就會被堵住 線程堵住 就意味著 所有的在對列裡面的請求 都會Stop 而且 而且在多核的機器上 單線程是沒辦法CL 也就是說 你會有很多的資源浪費 所以 雖然單線程很高效 但是 也有點激烈 那麼這時候一個很自然的選法就是 我要把單線程拆成多線程 怎麼拆呢 我可以直接把 這麼多的 這麼多的Rub狀態器 可以按照某種SHOT的方式 把它分發到各個線程上 比如說 通過它的RigionID 磨某個數字 把它分發出去 或者是通過某種 其他的一種 Glocality的一些算法 把它給 把它給分發到不同的線程裡面去 這樣做 實現起來非常簡單 但是 它很難處理熱點的問題 比如說 某個狀態器 它就是特別繁忙 或者某幾個狀態器 它就是特別繁忙 如果你是基於SHOT的方式的話 那麼這些狀態器 可能會被劃分到同一個線程上去 也就是最終會出現一個線程 CPU滿了 但其他的線程 還是很空閒 這種情況下 就依然 依然是跟上面的這個 G2其實是類似的 然後 它還有 還有個地方 就是沒辦法使用的 是 Rub本身 它是 因為我們做的是Multi-Rub 它會去 自己去Speed 也就是產生新的Rub Group 然後它也會跟其他Rub Group 合併 就是Merge 也就是你這個SHOT 是需要動態去SHOT 那麼這個過程 就比較 比較難做了 那麼其實 想一想 我們會發現 這個Rub狀態器 其實就是一個Atom 因為 Rub狀態器和Rub狀態器 並不 並不共享 並不共享 什麼狀態 然後他們都可以 本地的去做一些決定 然後 Rub與Rub之間的 通信是通過 這個Message的 所以 這個問題 就轉化成了 我們怎麼樣去 去實現一個 高效的 At Dispatcher 要實現這個 我們首先要 把概念給抽 抽現出來 首先 At抽現是 右邊這個概念 就是它是一個FSM 然後它有 自帶的這些消息 然後它提供了一個 stop方法 就表示當前這個FSM的生命周期 到了最後一步 值得注意的是 這個Trade裡面 其實並不包含 比如說什麼 比如說 如果你熟悉Arca的話 它裡面會有一個 OnMessage之類的方法 但是這也是沒有的 因為 我們最終要實現的是 一個Dispatcher 也就是Dispatcher 本身是需要知道 這個FSM 要做什麼東西的 所以這裡並沒有 去固化這個OnMessage 而且 OnMessage 如果你一旦固化了 就意味著你 不覺得一個可能 就是Batch處理消息 因為你注定的 你要把每個消息給拆開 然後一個一個等房 給它餵 但其實有一些優化是說 我可以把整堆消息 一起遞送給它 然後它自己 內部進行一些處理 所以這裡並沒有去局限這個 FSM處理消息的方式 然後左下角 這個就是一個Mail Boss Mail Boss裡面 其實有兩個字段 一個是Sender Sender 那很好理解 其實就是一個 Ater 它所帶的這個 郵件箱 然後這裡面還有一個 非常特別的地方 叫State 這個State 它保存的 就是Ater本身 如果 這個Ater 並不保存到 這個Mail Boss裡面的話 那麼就意味著 我們要獲取這個Ater 必須要到一個全局的 索引地方去獲取 也就是意味著你會 很可能會有一個 全局的這個 Concurrent Hash Map 這個Concurrent Hash Map 是要去動態更新的 然後又去不停地尋找 那麼這 其實是不利於 這又是另外一個 contention的一個例子 而如果我把它放到 Mail Boss裡面的話 那麼它每次取 每次取 都是只針對這個Mail Boss 本身發生的 所以我省去了這個Hassi的步驟 然後也省去了這個全局 唯一所以的這個煩惱 那麼這個過程 這個處理過程 是什麼樣呢 其實就是 當一個RAF Group 當一個RAF 重待機 收到一個消息的時候 我會從這個Mail Boss裡面 去把這個重待機拿出來 如果 如果拿不到 那就說明它已經被掉度了 所以我就可以不管它了 直接返回就可以了 如果我拿到 那麼我就會給它 後續的現成池去 去調度它 把這個FSM 發到後續的現成池裡面 現成池其實 還是之前說的 基於對列的一個現成池 但是這個現成池 跟以前現成池 是有一點不一樣的 就什麼不一樣 是後續再說 現成池會不斷地去對列裡面 去Batch處理 Batch Louch 這個RAF 重待機 然後對每個RAF 重待機也是 Batch的去處理 它其中的消息 所以通過這種方式 我們依然 能夠在多現成的環境下 實現Pyline 和Batch 而且這個整個 整個模型 它的概念 是非常抽象的 可以被不同的 部件去採用 比如說 下面說的這個 Apply 這個部件 也就是剛剛 這開始我們提到的 兩個典型的Pyline 模型裡面都可以完全 使用這個邏輯 而且剛剛我們也提到 其實這個FSM 我們並沒有對它 進行更細緻的定義 所以一些非常 一些更加Generate的優化 也可以被應用到整個Batch 系統 比如說我對現成池的一個優化 然後這時候 其實還有另外的思路是說 我這個狀態機 其實也就是個Future 裡面Future最終 其實邊一氣邊一傳也是個狀態機 就一個State 一個跳轉到另一個State 那我們為什麼不用Future 因為Future它的API限制 其實比如說它的Pow Pow方法有個Contest 其實1.0的Pow方法是沒有Contest Pow是沒有參數的 所以你根本沒辦法去獲取一個 你自定義的一個上下文 所以你很難做Batch 你很難把各個Future 各個狀態機產生的小的寫用 會種成一個大的寫用 你做不到這一點 我記得0.3是加入了Contest這個概念 但這個Contest 明顯跟我最說的上下文 也不是一個概念 它好像是只提供一個Wit 所以也做不到這一點 有一種方法是可以繞過去的 就是我採用一個FridLocal的一個 變量去儲存這個Batch 但這就會有另外一個問題了 因為State Machine其實是有序的 消息過來是得有序的為他 不能夠隨機為他 那他可能就 本來他希望說他越前到這個狀態以後 他就不能夠越前到另外一個狀態 那麼如果你通過FridLocal的話 那就意味著這個線程 這個State Machine 可能一開始在這個線程被處理 那麼過一陣子他可能跳到另外一個線程去了 但是你在上一個線程 他還是保存著上一次狀態 那麼這兩面就會成為衝突 所以你必須要在他跳 他跳躍的時候 先把他在上一個線程的寫入給落盤 而這個機制就變得非常複雜了 所以最終我們採用了這種高度 高度自定義的一個 一個Pol方案 其實也就是這個Batch System 然後通過這種方式 我們實際線上測到的Latency 是減少了70% 在先同壓力的情況下 然後 如果 因為實際上底層的這個 線程是可配置的 如果我把它一樣配置成單個線程的話 那麼他的表現跟之前的表現 是一模一樣的 這也從側面印證了 我們確實同時實現了PileLine Batch 而且它也是 它也是Scale的 然後上面說的是Batch System 然後Batch System 只是針對於那種 就是 狀態機的 一個處理機制的一個優化 那麼 對於線程值本身 它其實 還是以前的那種 非常樸素的線程值 就是基於一個Mutex Giameter的這個模型 這種模型 剛才也提到 就是它會非常浪費CPU 而且這種模型 它其實是為了一個Latency 來做優化的 就是只要有消息來 那麼就立刻拉出來 要去處理 這是一個貪心的一個算法 其實 貪心算法 從短期來看 是對當前的消息 是非常有用的 但對於整體的吞吐是 是有害的 這是那個基礎的 線程模型 的一個示意 就是很多消息都是 Push到這個 一個全局對裂裡面 然後這些線程 去不斷拉這些任務 然後處理完以後 如果處理過程中 產生新的任務 那麼它就會被扔到 這個全局對裂的開頭 然後它後面繼續不停的拉 我們對這個進行了一個 一個更進一步的設計 其實這個設計 是有一點借鑒 C Sharp裡面的一個 線程程模型 在每個線程 它有一個Local Local的一個對裂 所有的任務 一開始就對外來說 它是只提供一個 全局的對裂 所有的任務都是 往全局對裂裡面去扔 但是 當線程要處理這些任務的時候 它會先拉一個batch 就拉一堆的任務 到本地的對裂 然後再從本地對裂 去一個一個的去 拉這些任務 而其他線程 如果它是空閒的狀態 而全局的這個對裂裡面 又沒有任何任務 那麼它就會去 這些其他的 其他線程的 Local對裂裡面 去偷一些任務來執行 它本地 這個 縣程拉自己本地的對裂的時候 它是一個先進後出的一個機制 而其他線程去偷的時候 是一個先進先出的機制 那麼這個機制有什麼用處呢 就是 如果我是先進後出的話 那也就意味著 我所有 比如說我在處理過程中 我給這個 我本地對裂 又去schedule了一個 新的任務 那麼這個新的任務 很可能 就依然在我當前線程的 這個CPU cache裡面 所以我拉出來 我整個cache 是還是命中的 所以 所以這對於 這對於CPU cache來說 是非常友好 而對於其他線程來說 它是先進先出的 所以它拉去的 它拉去 它去投任務的時候 並不會損壞 這個 Lov2裡面 它的那個 cache的機制 而且另一方面 因為它是從兩個不同的投去拉去的 所以它們發生競爭的概率是非常低的 所以這對於CPU contention來說 也是非常友好 而 我們剛剛也提到 就是說一開始從這個 全區對裂面去撈數據的時候 它也是用一個大bash去撈的 所以 它只是撈的那一剎那 會跟 會在這個全區對裂面去發生競爭 但是等它一個大bash去撈到本地 Q了以後 那麼這個競爭就不消失了 所以 這個模型 這個模型 極大的改善了 剛剛提到的那些缺陷 而且 線程的 這裡面有個Active Active線程的概念 什麼叫Active線程呢 就是說 並不是所有的線程 都是一直都在幹活的 默然情況下 只有這些指定的Active線程才會幹活 其他的線程都是睡掉了 只有當這個Active線程忙不過來的時候 它才會去撼起那些睡眠的這些線程 通過這種方式 我可以在這個TuneToA Latency之間取到一個平衡 而且 我通過這種方式我也可以做到最大化的一個batch 因為我同時工作的線程就只有那麼多 我不會說這個任務太過於分散 所以導致這個任務內的這個我線程內的這個batch它的數字太小 避免環境省這個機制剛剛也提到了 我們對於這種模型做了一個 就是目前還是一個實驗性的特性 在這個項目裡面 我們還在測它對於當前我們整個 整 所有的這個 流程的一個影響 這種機制其實 其實業內也有一個比較 相對比較成熟的一個pool 叫做Tokyo Flatpool 但差別是說我們有一個Active Active線程的概念 但是Tokyo Flatpool它並沒有這種概念 而且Tokyo Flatpool它是基於Future的 也就是說你所有的調度的任務 它都是必須是一個Future 它才能夠調度 但是我們這一個模型並不是 我們任務它是有自定義的接口 它可以進入Future 也可以是個Future也可以是個普通的一個Callback 所以說比這個 比這個要更加更加更加 更加Generic一些 然後我們把這個線程式用到我們的系統裡面以後 我們看到這個Content Switch 是減少了防守 大家不同場景有不同的表現 然後Latency的話 是減少了防守14到20% 其實Latency它有個常委的概念在裡面 就是說可能你對於頭部的Latency 是變大的 但是對於其他常委的Latency 是減少了 然後總體的上來是小 那它的表現就會變小 剛剛提到的是線程池的一個優化 一個系統 一個系統 剛剛其實 如果你聽了上午的Talk的話 那其實裡面也提到一個叫可觀察的一個概念 也就是你的系統目前狀況是什麼樣的 它的瓶頸在哪裡 你必須要很多我們的方式給暴露出來 那我們採用的方式都是Matches Matches它如果在單線程的環境裡面其實它是非常簡單的 就是我就加加就好 加加減減 或者是給它一個hasmap 然後對應的指標往裡面填就可以了 但是在多線程情況下這個就變得非常複雜了 因為Matches實際上是一個非常頻繁的更新的一個內存塊 就跟剛剛提到的這個線程池的全區兌電一樣 它也是有非常大的connection 還有這個hash的一個一致性的問題 這個時候如果你熟悉RUS的問題 我會說那為什麼不用直接用一個atomic面量就好了呢 atomic面量也並不是一個銀彈 首先Matches本身是有維度概念的 比如說我一個HTB Web 服務器 我會統計它這個get 它的請求的數目和它的延遲 也會統計它post 它的這些數目延遲 那麼這些get和post 其實就是同樣一個Matches 就是各數和延遲的不同的一個dimension 你要根據這些dimension去查詢或者去更新 這個Matches的時候你就需要一把鎖 也就是atomic在這個情況下是用處並不是很大 而且atomic並不是萬能的 它有時候性能也並不是特別好 後面會提到為什麼它的性能不會特別好 針對多現場情況下的Matches統計 其實是有很多種思路的 目前業界也比較成熟 一個是說居於現場本地的一個Matches 這個其實原理就是 我既然為什麼Matches有這麼多的convention 就是因為多個現場就要同時去訪問它 那我把這些Matches給附化到這個現場本地不就完了嗎 所以每一個現場本地就會有一個全局Matches的一個拷貝 然後每次更新的時候只更新本地的這部分拷貝 然後定期再把它fresh到一個全局的Matches裡面去 但是這種機制是需要一個現場或者現場池的支持的 因為你怎麼樣來定期呢 你不就需要一個timers嗎 那麼或者現場池會提供一個鉤子讓你去定期去去 定期去fresh這些Matches 這種機制在現場數比較少的情況下是比較高效的 但是如果比如說你系統裡面有好幾百個現場 這種情況下就意味著你幾百個現場裡面都同時有 有這個Matches的一份拷貝 這些內容上的使用是一個問題 然後其次現場切換的時候 它也是有上層門切換了 你這些拷貝這種還是要被拷到這個CPUCache裡面 這也是有一個小法 那麼這時候很自然的一個想法就是 那我要避免這個現場切換 我就直接把這份Matches跟CPU綁定就好 所以就產生了這個和Local的一個概念 什麼是和Local呢 就是說我對於這份Matches生成一個數組 數組的長度就是你和個數的長度 然後當我在某個核裡面去要更新Matches 我只更新到我所在核的這個ID 對應了下標的那個Matches 這種情況下它也不需要去定期去fresh 因為當你要去 因為其實這個數組的長度你是知道的 因為CPU的核數 它的個數它一般是不會動態變 除非你是在虛擬機啊什麼地方 那它可能會運行時改變 但因為是無理機的話 運行時它是不會變的 它的個數是已經固定了 你直接根據這個長度 掃一遍數組 加起來就是你所要的Matches 這種方式 但是如果你用很多的這個線程的話 那麼它的工作效率是非常好 但CoreLocalMatches實在是一個缺陷 就是因為這裡面第三點提到的就是 你要對它進行一個聚合 就意味著和Matches它是需要被併發訪問的 也就是它儲存的並不是一個簡單的一個 比如說是U-Size或者是U-64或者是I-64這種東西 而是一個Atomic的U-64 Atomic的U-Size 那麼對於Atomic的 Atomic的操作 是要比 對直接的那種什麼U-64 U-Size這些操作的代價是要更高的 所以如果你現場數根本就不多 就那麼幾個 那麼其實它的性能是不如前面收到的這個 現場LocalMatches的造像 然後還有一種是還有一種思路 是StrapLocalMatches 這個思路 其實應該是說最開始的最直接的一個思路 就是我把這個Matches直接放到本地就完了 我為什麼要搞 為什麼要搞Local 現場Local或者是CoreLocal呢 所以每一個Strap還有一個Matches的一個卡貝 對於這些操作它是非常非常高效的 因為當你要訪問一個Strap的時候 其實很大概率 那個Strap就已經在你CoreLocalMatch裡面 而且它並不存在同時訪問的本體 因為你是放在Strap裡面的 所以它就是一個U-64 你直接修改你的本地CoreLocalMatch的變量就可以了 所以這種方式是要比前面兩個提到的都要高效 但是它也並不是一個零蛋 就是它還有一個致命的缺點 就是一旦你的Matches特別大的時候 那麼在RAS裡面表現就特別不好 為什麼呢 因為在RAS裡面你去Move一個是這樣的 其實是一次Memory的卡貝 你一旦這個Match特別大 那麼它就每次Move都要考一堆的內存 所以這個效率是不太行的 剛剛說了這麼多 其實都反映出一個點 就是這幾種思路都並不是萬能的 它都有它的好處它的壞處 那麼具體該用的一種 其實是需要根據你當你自己的業務場景去選擇了 在TiKV裡面其實也是不同的部件 會使用不同的這個Matches Matches模型 比如說對一些像RAS這種 我們用的就是一個Local 就是ShotLocal的一個模型 因為其實它的Shot的個數並不是特別多 而且它的Matches也不是特別多 它的Matches也不是特別多 只有限的幾個 所以它增加的大小是特別少的 然後對於CopoSensor這種純線能持的 它的這個結構體是動態 動態深層動態減少的 這種情況下的話 我們用的就是 限層Local的一個Matches 而且它的Matches是 現在來說非常大的 它可能算起來應該有幾百個字節的 剛剛其實還有一個 一個地方沒說到就是 對於Dimensions 因為剛剛說到Atomic變量 之所以並不是一個銀彈 很大程度原因 就是因為有Dimension的存在 那麼對於Dimension來說 如果這個Dimension是要動態變化的 比如說我要統計 所以客戶端發上來的這個 標示它的這個 這個 Agent 就是User Agent 要統計這種Label 它出現的次數的話 那這種是可以動態變的 你沒辦法有一個 有一個預期可以預測的一個機制在裡面 所以對這種鎖是無可避免的 因為你要動態去增山 但是還有一些是 靜態的Dimensions 比如說 像HTMappers GET Quick Post Delete 它可能就那麼極重 對其他 你可以完全周圍的地方 直接把它扔掉 對於這種 它其實是 你不要說運行時 你變一期你就已經知道了 所以對於這種 其實是可以把它 定義成 定義成一個 Matches Matches 裡面的一些字段 我直接通過這些字段 去加減就可以了 然後就不需要鎖 也不需要Hash 上面說到這些 對於Matches 有的話 其實我們都已經在這個 RAS 這個線目裡面有所提現 如果要復用的線外 的話 也可以直接使用這個 好 就這次 謝謝 有什麼問題嗎 就像你剛剛講說 你有沒有對那個 不同的Matches 他們適用的那個 水的量 或是說 他經營的小孩 做的 從PayPal 因為你說你 不同的Matches 有不同的適用的場景 對 大概有一個 不同的適用 你的問題是 我對於剛剛不同的 Matches 適用的場景 有沒有一些量化的標準 是吧 目前來說實際上是沒有的 是基於經驗的判斷 因為其實它的優缺點 也是非常明顯的 就是 他 比如說 如果當你實際上數 特別多的時候 那麼你就不應該用 用Matches 就 不應該用這種 實際上 Local的一個Matches 如果你的 線上數特別多的話 那 最好就是用 CoreLocal的Matches 那如果你線上可能就那麼幾個 然後你的實際上數又特別多 那就可以直接用這個 線上Local的Matches 對 目前只有一個 一個定性的判斷 他們有一個定量的判斷 但是 又換了這些Matches 以後 對性能有什麼影響呢 就是 其實我們最開始的Matches 實現是通過 Atomic費用來實現 換用了 CoreLocal以後 我記得性能好像是提升了 百分之十以上 就是Matches 並不是毫無代價 它還是有一定性能開銷 我想問一下 那個 為什麼你那個專案 那個 Adaptive Strain Model 要叫做Chocolate 其實 Chocolate 它並不是 這個 項目 它並不是 這個 這個現成的 現成池的最終的一個 所在地 它只是目前 我只是拿來做一個 實驗的一個零食 項目 最終它可能會被 挪到TITV這個項目裡面去 然後 就所以叫Chocolate 就是因為 阿甘姆是有一個名言 生活就像一個巧克力 在你打開間 你不知道裡面有什麼東西 就是這裡面 會放一些我的一些 Sight budget 還有一個 是 在最近 對於 加藤這些 結果 對於 這些其實 在這些裡面 我都 都有介紹到 就是我用了 這個 新的這個 現成池模型 以後 它的 零食 是 不同的 不同的 比如是 單點查詢 或者是 scan查詢 這些都是 不太一樣的 我想問的 因為 KB現在 下面的 它 它 還是在做 RoxDB 對 RoxDB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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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 對於 對 對 對 體現在 Batch System 裡面 因為 如果你是單純的一個 現成池的話 那麼你每次寫 沒有做巨核 那麼最終寫到RoxDB 其實 為什麼要有 Batch 因為你每一個操作 並不是 它的 Natency並不是隨著 你數據量增長 增長 一個線性增長 它是個基礎在裡面的 就是 不管你寫多少數據量 第一次寫 就必須得 就好像是 出流車的這個 起步價格一樣 就你必須得 先交這麼多錢 後面你數據量增加 那可能會增加 不同的 這個 前數 所以 如果你 不做Batch 每一次寫都是 直接往裡面寫的話 那麼你這個起步價 就會不斷的 不斷的累加 那麼你這個 Natency就會非常高 但是因為我們做Batch 我們把多個 小的寫合 變成一個寫 所以這個 起步價 我們就只交一次了 就是我出車一次 一次做四個人 那麼交的前數 可能就少了 所以這是改善 Latency 的一方面 還有另外一方面 其實就跟現實 本身沒有太關係 就是 Rocity 本身其實是有一個 比如說 Byte Per Sync 這種類似的參數 以及 你對於RiteBatch的大小 也有一些 有一些影響 所以 你如果對這個RiteBatch的大小 做一些限制 每次寫的 每次寫的RiteBatch的大小 基本類似 那麼它的抖動 也不會 那麼特別大 那 還有問題嗎 像是改進現成池的時候 驗證的方式 跟QA的方式的話 像 是怎麼做的 除了可能 可以做混沌工程之外 那 就是 就是这样可以保证它的正确性来划的 你的问题是怎么样保证我实现的这个线人池它是正确的是吗 对就是从旧有的模型然后你在实验就是新的方式 那在QA阶段你会就尝试怎样划的去验证 好这个时候就要推荐我写的另外一个部分 叫做Fail-IS Fail-IS它的特点就是可以在定义的地方去定义一个 它就是你期望住有错误的地方 所以可以通过Fail-IS去模拟各种各样奇怪的一个调度的一个状况 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去验证你的现实指示不正确 那就是说还有另外一个是 Kaos刚才也提到的混沌工程 其实这个是并不可少 因为你不管再怎么写测试都是你以应该的测试 但在实际生活过程中它是 它可能发生的情况是千千万万的 这个时候你只能通过Kaos这种设计方式去验证 谢谢 想问一下就刚刚有讲到那个Adaptive的现成词吗 那它怎么去就是我现在已经是一个local队 那我怎么知道其他队我是可以去偷它的呢 就是我怎么决定不知道怎么偷 对不对 就你的问题是 这个偷是发生在什么情况下 其实刚刚这个图也显示 就是所有县城它 它其中的第一步是先从自己的本地队列里面去捞任务 本地队列没有了 那它再去一个全局的队列里面去捞数据到本地 然后再处理 如果全局的队列里面也没有 那么它就会去偷别人的任务去做了 它并不需要知道其他队列是可避以头的 它并不需要知道其他队列是可避以头 它直接通过一个run-rooping的方式 去轮循一面这些队列就可以了 因为这一步其实上是发生在最后的 就是从一个防茫的一个系统来说的话 这种事情发生概率是比较小的 所以这个轮循一面的代价也没有那么大 好 那就到这 谢谢大家